首先安华为印尼男子主持改教仪式的风波继续延烧 生育分子阿伦呼吁印尼选民不要再来临的双补选投票 以便向安华表示抗议 阿伦向当心大马表示 他已经发起了抗议行动 号召印尼选民再来临的双补选抵制西蒙国际联军 但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他呼吁印尼选民支持国盟 他说这项举动是为了向政府表达印尼社群的不满 因为安华没有顾及新多教徒的敏感和感受 阿伦认为安华身为首相就不应该涉及任何宗教活动 他指出安华开创了一个先例 任何人都可以改变他人的信仰 但在这之前改新伊斯兰只能由宗教司或伊斯兰发展局完成 不过阿伦重申 他从未质疑过印尼青年改教伊斯兰的权利 卓佛普莱国会议席和新班二南州议席双补选 即将在星期六提名 普莱国席有12%的印尼选民 新班二南州议席则有2.5%